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帶來性能胎的測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U-CART最近的試胎越來越高規格了呢 那說到性能胎呢 如果不來塞車廠好像很難說服大家 因此我們今天特別來到了 利寶國際塞車廠 以一輛86搭配固特翼新推出的 超高性能借胎來進行測試 近年來改裝車的大宗 以Toyota86最具代表性 那U-CART在先前 也製作過相關的改裝範例報導 那這些報導包含了文章以及語音的部分 其中呢我們發現到一個特點 那就是大部分改裝的車主 不管你是怎麼流派的 對於輪胎的琢磨都不多 那相信不管怎麼樣的改裝呢 輪胎都是抓住路面的最重要的部品 因此我們今天從這個角度來看看 輪胎對於改裝車輛的重要性 那今天呢我們特別準備了 一輛改裝過的手排86 算是輕度改裝 動力主要是差異在於ECU的改裝 排氣管這些的 搭配的輪胎呢 則是顧特意 針對超高性能節胎所推出的 Eagle F1 Super Sport 為了測試這輛車搭配這個輪胎的極限 我們特別邀請了國內相當知名的 職業賽車手陳亦凡 相信車迷之間對他都相當的熟悉了 由他來駕駛這輛車 我相信應該可以發揮出極限的實力 現在陳亦凡已經下場開始車單圈了 那我們稱之空檔來認識今天的輪胎跟車輛 那這輛頭塔86呢他改裝了ECU 大概可以提升10匹的馬力 搭配HKS的中尾段以及他的頭段 底盤呢則是以強化件為主 那避震器呢改了SSSS的短彈簧 那輪胎的部分呢搭配的是 酷特意的Eagle F1 Super Sport 這個產品呢是酷特意針對 UUHP 也就是超高性能極具的接胎所研發的產品 F1 SS呢他有一系列的家族產品 那包含Eagle F1 Super Sport R 以及 RS 那他對應的競品呢大概是米芹的 PS4S Pilot Sport Cup 2 以及 Cup 2 R 這個極具的胎款呢是針對 所以主要在街道合法行駛 那偶爾遇到像是賽道日啊或是車主魔洞 他可以提供下賽道競技的實力 那由於是接胎的關係 所以他還是保有了胎面的排水花紋 以及一定程度的魔耗表現 由於呢要兼顧街道和一部分賽道的需求 所以他在胎面膠的選用上呢 特別採用了雙重複合科技 那這張科技呢是在輪胎的兩側 負責承受硬力和提供支撐性和抓地力的胎塊 他使用了抓地力優先的配方 那在輪胎中間的胎熱條負責排水的地方 他使用清水性比較好的橡膠 如此以來就可以在同一條輪胎之內 達到乾地跟濕地最佳化的性能表現 EGO F1 Super Sport的尺寸方面呢 提供18吋到21吋 那像是Volkswagen的Golf GTI 法拉利的488 GTB BMW N3或是保世紀的91E Turbo 那這些車款都可以安裝 那更高階的還有包含像是 Sport Sport R以及Sport Sport RS 這次提供像保世紀的91E GT3 RS 這些更高性能的極具的車款來安裝 就覺得收到Donald von的GolfMilies 如果有了輪胎中就反过來 是 NE權部車款當上 車款呢 不是 unsere萬物車款 你東西 我利用運動 rho 생각을 這下單圈時間已經出來了 大概是2分02秒左右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逸帆來我們分享這條胎在賽道上的感受 我們歡迎逸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逸帆 好 那逸帆剛剛也在賽道上問我們測試的時間嘛 那可以分享一下這條輪胎你的主要的感覺 我覺得它還不錯 就是它不僅抓地力好 它的穩定性也夠 那它也不會說有很大的魔號 雖然說我們早上試車的時候是有點下毛毛雨的情況下 所以整個場地的情況都不是在最佳的狀態 你在試賽的時候反而可以釋出它更不一樣的一面 因為我們不是每天都可以遇到下雨天的 所以它在下雨天有點毛毛雨的情況下它表現其實也不錯 它的剎車距離其實也縮短很多 它的過彎的極限也提高了 那一般如果是接胎的情況下 就是原廠胎的情況下 它可能剎車距離就要延長 然後你的過彎的極限就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整個速度帶不上來 你也不能太晚煞 你太晚煞可能就會有推頭啊 或是打滑的情況 所以這套胎 它有點算是半熱容的Compound 所以它會更有抓地力一點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可以讓過彎的極限又提高 速度也又更快 那讓我比較驚訝的是說它的左右轉移其實還蠻有力的 它不會說因為像原廠胎 它台幣比較軟 或是它的成分比較屬於舒適型 所以你在左右轉移的時候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讓車子再回來另外一個角度 你才可以再轉到另外一個方向 那換上這套胎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種比較明顯的左右轉移很瞬間很有效率的情況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小聊一下這套一帆曾經在 也再次力保開過接近原廠設定的86 那今天其實這套86改裝也是很輕度 搭配這套胎 你覺得差異點在哪裡 我覺得它差在說它的整體的抓地力跟穩定性還有操控 更好的一部分是說它其實維持在蠻穩定的情況下 所以你每一圈做的成績都會蠻接近的 你可以一直的去push 你不會說像有些其他的輪胎 你可能第一圈快第二圈快 然後之後就整個掉下來 整個成績就變得慢了 因為它的抓地力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蠻穩定的一套胎 好 那我們知道一帆平常比賽的時候大部分是用熱輪胎 對 假設以今天我們是接胎 那接胎要在平常這種賽道日下賽道 那以你職業車手的觀點 這種接胎需要什麼樣的特質 那這套胎有滿足你的需求嗎 我覺得像是因為這樣子的車主日或是Track Day 我覺得你需要的是穩定性跟耐久 你不能像說像我們比賽 我們為了拼單圈 內容胎的消耗就非常的快 你可能一個小時就要換胎 甚至快的有半個小時就要換胎 那你來這邊 無論你是要做單圈或是想辦法讓自己進步的話 你就是要有一套胎可以很穩定的 讓你去了解車子的極限在哪裡 那這套胎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它可以讓你每一拳都來試說 我這個玩可以快多少 或是我這個玩可以 玩一點煞車等等的 我覺得它還蠻穩定的 好在經過一天的測試之後呢 我們今天獲益兩套 那透過亦凡的觀點 我們更了解輪胎對於車輛操控的表現 那特別是如果網友們有改裝的需求 那不然應該更重視輪胎的選擇 因為它會影響你的行車安全跟你的操控性 那網友們如果對影片有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分享給我們知道 我是Eason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